近日多个新盘酝酿开售,当中由新世界及港铁合作发展,位于大围站上盖的柏奥装I成为市场焦点。 市场消息指,项目内收入22,700票,细成今年新盘收票黄,柏奥装属区内近年小见的大型新盘,将分三期发展,当中柏奥装I提供783伙,单位实用面积由278至1383平方尺,间隔为一房至四房,可迎合笔和买家的需要。 项目的示范单位设于全湾余景新城商场三楼,当中包括三个交楼标准示范单位,开放示范单位后首个周末。 排队参观人流众多,甚至要等8小时,由于参观情况出乎预料,发展商首度开设快速登记处,已供无需参观的准买家直接入票。 根据销售安排,发展商将首二张价单共391个火分两日发售。 首天先进行A1及A2组销售,当中A1最少扣三火,最多扣四火,必须包括一火指定三房户,而A2组最少扣两火。 最多四火,必须包括一火指定三房户,至于一般组别B组则安排在第二天进行选楼。 究竟此新盘有什么卖点? 可以吸引这么多人入票,收票情况超出预期。 其中一个原因是入票模式不同了。 首先一人最多可入票三张,若一加四口各入票三张,最多可入十二票。 松仪令数字上升,再加上,新盘切拉囚玩法,即是囚号较前的中签人士可透过证明文件。 如提供香港出世指或香港结婚证书,将后囚亲属拉向前囚在相关组别内选楼。 为入票者本人必须选楼,因此,有机会出现家族包围式大手入票情况,以增加中签机会。 因此,有人认为新盘收票水分偏高,令社会人士产生错觉,以为有关留盘认购反应热烈,超乎想象。 但当扣除同组家庭成员票数后,实质认购人数与入票量并不对等,话需如此,撇除水分票去讨论。 客傲装挨大热亦并非无道理,最主要的买点是位置。 项目位于大围站上盖,具备东铁线及团马线两线会聚的优势,交通四通八达,再加上楼盘基座连接65万平方尺大型商场。 配套相当完善,此外,新盘所处校网亦不错,不乏多间深水学校选择吸引有小朋友的家庭客所需。 小学为88校网,包括沙田官立小学,姓母无店姓深学校等,至于中学就属于沙田区,可选择浸讯会女名才中学,沙田苏捷工学,及姓罗萨书院等传统沙田区名校。 亦有多间国际学校可供选择,由近日新盘入票的情况来看,即使在疫史下,仍无了心急置业者的入市意欲及信心。 因此,在新盘持续百家增名下,估计一手新盘带动整体流市,交投气氛转吹唱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